将香菇加入虾仁爆香 最后放肉下去炒 不用难够的机器 在家就可以亲手制作 每一个课程安排 都是针对先年妇女就业需求去设计 因为一般的妇女能够接受到这个资讯 真的非常少 那很高兴南投县政府 这次能够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除了在家之外 还能够出来增广见闻 那像这次在这个餐饮 我们手做的部分体验 是我们一般比较不会碰到的部分 亲手做会增加我们的记忆 还有就是我们的手感也会变好 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 就业之前的做一个准备 那因为我们南投县政府 他非常重视这个妇女就业 那主要就是用这种不同产业的合作方式 来办理这样的活动 那像比如说早上我们做的是 那个传统美食的制作 用的选择是糕点 那为什么要选择糕点呢 因为甜点跟糕点是妇女如果在家中 用一些比较简易的设备 他就可以在家做一些创业 然后就可以贩卖这些简易的食品 然后蛮好吃的 所以早上的规划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下午的规划呢 主要是我们去那个采菇的产业 就是我们现场 因为农业缺工嘛 所以说妇女如果要就业 我们可以去农业那边做采收员 那农业采收的部分 菇类本身又有冷气 所以算环境也算是蛮舒适的 幸福为了鼓励妇创业就业 特地开办一场辅导研习课程 除了传统美食制作 也会到妇女创业成功案例 实地参访学习经验 很开心这次可以跟那个南投县政府 一起来合办这个女性的就业的议题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女性算是创业的创业者 对那因为我们今天在民间乡 开的一个马尔夏庄园 这个部分呢最主要是 因为民间这个地方 其实是太多资源不足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跟民间商工所 然后跟南投县政府 其实也都一直有在合作 一些跟观光有关系的一些角度 然后下去出发 然后让我们这些 就算是要二度就业的 或者是妇女就业的部分 然后可以让大家在这方面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因为南投县政府 其实也给我们现在有很多资源 那其实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利用 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可以 大家一起互相配合 互相加油 就是可以结合的 虽然年期课程只有短短一天 不过丰富的行程及实地操作 让参加的45位民众 都学到许多经验 主办单位表示 活动全程免费 未来也将会继续办理相关课程 以辅导妇女可以顺利投入职场 记者陈明镇 南投市采访报道